大家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因為林請老師今天就是這禮拜出國 所以這堂課由我來上課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會教大家三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那從這堂課開始 我們的課程名稱就叫機器學習的概論 那這個跟我們之前上的課程有什麼 基礎課程有什麼差別呢 那之前上的基礎課程的模型 都是一個線性模型 那從這堂課開始 我們的機器學習都慢慢會帶入一個非線性的模型 那我們從簡單的idea而擴展至困難的模型 那從這堂課的機器學習的部分 大家可能會覺得 數學的部分可能沒有什麼延續性 那大家可以覺得不要 就因為我們的機器學習的演算法 他們每一個數學都有自己的原理 那大家可以不要覺得就是 覺得白費或是沒有用 那導師在課程安排上 都是為了下學習的深度學習的基礎在安排的 如果大家對下學習的深度學習有興趣的話 可以修下學習的課程 那我們要接著介紹 我們機器學習界 常講的一個說法 一個turn 那叫做 無免費午餐定理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個turn 看起來很好笑 那我們可以其實在 在Google上我們可以找到 還有一個 Bikipedia 表示說這個turn其實蠻多人在說的 那這個無免費午餐定理 它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它就是case by case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model 可以完美的預測任何一個任務 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A Project 我們可能要嘗試各種方法 最後才找到一個A Model 在B Project 我們最後才找到一個B的方法 這樣子 那我們從上次的課程開始 就是慢慢接觸到調餐 那我們接著我們要慢慢開始學習 不同的預測模型 那我們在資料科學的實驗當中 我們可能需要嘗試了10種以上的演算法 而每一種演算法 我們可能至少要試了100組參數左右 那這樣子的total組合 我們就有1000組 這樣才有辦法我們在這個任務當中 找到一個最佳的預測模型 我們的期末作業啊 我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要介紹我們第一個 機器學習的模型 叫做線性判別分析模型 那注意有大家注意 就是顧名思義 這個線性判別分析模型 它還是屬於一種線性模型 那我們可以看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監督學習的降微技術 那這個短短的一句話 可能大家就有兩個turn 大家沒有聽過 那監督學習是什麼呢 它英文叫supervised learning 我們就是一堆X 我們要預測一個outcome 那在我們本學期的所有機器學習的模型當中 我們都是一個監督學習的model 那與之相對應的 我們還有無監督學習 還有強化學習 那降微技術是什麼呢 降微技術就是 我們如果是以一個input data 我們用數學式來表示 就是β1X1加β2X2加β3X2X3 點點點 那我們假設我們有20個variable 在空間當中我們就是20個維度 我們就是必須要將這個20個維度 把它降微至 假設我們要降微至二維的投影面上 我們這樣才有好辦法觀察它的樣本 那這個過程我們就叫做降微 那降微本身有很多種方式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線性派裡面分析 它是如何做運作的 它的過程就是我們要找出一個超平面或是一條線 將它的樣本不同的屬性做樣本的分離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下面的圖 我們在這個散步圖當中 假設我們找到了這一條線 那我們要如何在這個空間 二維空間中 將這些點放到這條線上呢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將這些點 垂直的打在這條線上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區塊 紅色跟藍色它的重疊部分蠻多的 有Overlaping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預測效果其實不會是最好的 那如果我們是在這裡找到了這一條線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明顯的分界線 它可以很清楚的分離出藍點跟紅點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這一條的線 比起這一條線來講它的預測效果是最好的 也就是說我們線性判別分析模型 就是在找出一個超頻面 然後或是一條線 然後將這個坐標投影至 投影至一個超頻面上 然後將使 就是我們要使我們的預測效果最好這樣子 大家聽得懂嗎 那如果聽得懂的話 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怎麼操作這樣子 首先我們就是將我們的Data Data讀進來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我們先讀進來 然後咧 我們到底要如何投影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矩陣的乘法 做投影 那我們在投影之前 我們要了解投影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 在這個坐標平面上 這三個點要如何旋轉 假設我們要順時針旋轉90度的話 它就可以做 我們要怎麼這個做旋轉 那如果要順時針旋轉90度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旋轉投影矩陣 那我們這個θ 就是要旋轉的度 要旋轉幾度這樣 那我們只要輸入這個cosθ -sinθ 還有sinθ 還有cosθ 就可以將這些坐標的點 這些點旋轉 那我們先試著做這件事情 大家看一下喔 那我們先讀檔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xmatrix 就是這三個點的x坐標跟y坐標 那這個rotate degree 我們假設先是0.5 那這個matrix 就是我們的旋轉投影矩陣 它就是cosRotate degree -sinRotate degree 還有sinRotate degree 還有cosRotate degree 這就是我們的旋轉投影矩陣 那我們將這個坐標 乘上這個旋轉投影矩陣 就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坐標平面上的點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把它畫出圖來 大家看到 就是原本的坐標點上 它慢慢就是有做一個旋轉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0.5改成1 我們再執行一次 大家看到它又旋轉了一些角度 那我們試著再把它改成2的話 大家看又可以旋轉更多了 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的旋轉投影矩陣 就是將這些原本的data 把它投影到新的坐標系上 那大家這樣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那如果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再回到這邊的 它的定義來看 它是要找到一個超平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換成 找到一個旋轉投影矩陣 然後將這些坐標或是樣本 投影到新的坐標系上 然後來看它的預測效果 是不是最好 那我們看要怎麼操作咧 那我們就是要使用這個套件 MASS這個套件 然後來做使用 好 那我先 複製一下 好 那我們如果是用 就是 RATE跟QTC來預測AMI 那我們這個套件是使用 它的套件裡面的 function 叫LDA這個函數 那我們是試著使用它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LDAFIT 這個scaling 這就是它的旋轉投影矩陣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一樣的同樣的操作 同樣的做法 讓它將這些坐標 或是它的樣本 做旋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原本的 就是二維空間的散步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一條線上 可以找到一個超平面 或是它有一個比較好的線 那我們旋轉之後 它產生一個新的坐標系 那確實在這裡可以很明顯的分割出 紅色點跟藍色點 那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預測 怎麼預測的話 怎麼預測 那我們是使用 R語言裡面的Predip function 那我們是將我們的 就是 TestData 放進來 我們就可以做 預測 那這個預測結果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問題嗎 那可以看到的是 它在這個預測結果 它把大部分的 就是 資料 老樣本 預測為 NON-AMI 就是我們之前 老師有上課 有提到的 Soft Max Regulation 有一個 類別不平衡的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看它的效果 是如何 我們就是要畫出一個 AUC Curve 那首先 我們要將它的 幾率取出來 這就是它的幾率 那再把它畫到 ROC Curve 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確實 效果 不是那麼好 那接著我們就是 大家試著練習 我們用 QTC 還有Rate 來預測LVD 先貼一下 那我們這邊 我們已經幫大家把 那個 我們的Trending Set 還有Valization Set 還有Test Set 都已經分割好了 那大家試著 就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 最後我們來比較一下 邏輯式回歸 跟線性判別式模型 有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子 好 大家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練習題的答案 那我們是 直接貼答案就可以了 那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 Gln這個 Function 它就是做一個 回歸 還要可以用線性回歸 也可以做 邏輯式回歸 那我們就是 只要看它 看它結果是怎麼樣 我先清掉一下 那可以看到它這個 AUC是0.716 那我們試著 就是用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來做這件事情 那大家注意喔 我們只要改上半部的 程式碼就可以了 下半部是一模一樣的 看我只要改上半部的程式碼就可以了 下半部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來看一下 這兩個結果是不是一樣 它確實是一樣 那我把它清掉讓它看得更仔細一下 那它的結果 完全是跟 邏輯式回歸 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想一下就是 為什麼 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跟邏輯式回歸是一樣的 那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如果有 可以舉手一下 那沒有要舉手 好吧 那我就接著講 我們知道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它就是 一堆資料 乘上一個旋轉矩陣 那這些資料 我們是不是可以 乘上 把它當作一個矩陣 來看 我們看一下 就是之前我們上課的內容 這個是不是X就是我們的Data 那是不是我們在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Data 當作是一個X 那我們的B 是不是我們的旋轉矩陣 那這邊是一個B 也就是說 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跟邏輯式回歸 它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結果是一樣的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好 那所以 如果大家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是 未來在做研究或是實驗的時候 就是 不要 就是不要去嘗試 就是邏輯式回歸和 線性判別分心模型 哪一個比較好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樣的 如果你們做了這件事情 請不要說是我教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著下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節 我們教的是第二個模型 它的名叫樸素貝葉斯分類器 它的英文叫 它的英文叫 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很多的數學士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來理解一下 它的數學士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一下它的說明 它的說明是 這些變數當中之間 具有獨立性 大家知道獨立性是什麼嗎 在獨立性的話 我們的機率是可以做相乘 假設我們男生的比率 比例是0.5 那30歲以上是0.7 那如果是獨立的話 我們是可以把0.5乘於0.7 等於0.35 那如果不是獨立的話 我們就不能直接相乘 我們就必須先找出 在30歲以上是男生的條件機率 再乘於男生的比例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如果我們大家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這個數學士的部分 假設我們有個樣本X 那它X裡面有S1 S2還有S3的條件 我們想要知道發生Y的事件的可能性 意思就是說就是在這X條件下 發生Y的可能性是什麼 或是它的機率 那我們用剛剛的例子來看 如果是Y是發生疾病的機率 那X是男生 也就是說是男生發生Y的發生疾病的機率是什麼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等於這個樣本 是發生疾病的機率乘上 這個有這個疾病是男生的比例 大家可以理解這四字嗎 可以嗎 如果大家不能理解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數學推導 好 那我來做一下數學推導 嗯 那它就是 我們用出來 可以看得到嗎 還是看不太顯 沒有 好 那假設這是A嘛 然後這個B嘛 我們要算這個交際 我們是不是 假設是C A B 這裡是就是 在B的情況下 是A等G是什麼 就是這個交際 那它就是可以寫成 C A 交際B 等下C B 這樣子它可以理解嘛 這是靠中大家也有講過 那不是 不管是什麼 有沒有獨立的假設 或是沒有獨立 各式都是成立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換成 C C A 等於 就是 C A的交際 C 等於 C A 這樣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看得到嗎 現在就這樣 下面是這樣 那 我們這邊 上面是 PA 交際B 是一樣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對決 轉換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變成 T A等於 D D 然後 這邊這樣 把這個 轉換 D A D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再轉換一下 如果我們要看的是這個 D D A D A D A A A D D A D 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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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D A D D A D 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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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要看的是男性70岁以上的几率 在这个条件下发生疾病的几率 是不是可以等于这个样本PY 就是发生疾病的几率乘上这个有疾病是男生的几率 再乘上有这个疾病是70岁以上的比例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上面不是还有一个除以PB 假设我们这边其实照道理来讲才要再除以PX1还有PX2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去掉 那大家先看一下下面的柿子 这个YHUD就是不发生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如果用疾病的话就是没有病的人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个条件下是男生然后且大于70岁没有发生疾病的几率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等于没有这个样本下没有发生疾病的几率 乘上没有疾病的人是男生的比例 再乘上这个有没有疾病的人是70岁以上的人的比例 那这边是不是一样也要除以PX1跟PX2 那这两个如果是可以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听得懂吗 那如果我们在这边X1、X2还有X3 如果我们有三个条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只要很简单的算出这个的几率 P这个第一个的几率 第二个的几率还有第三个几率 然后还有下面就是没有发生Y 然后是X1的几率 然后没有发生Y 然后是X2的几率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一样可以只要算出六个几率 以及这个样本Y的几率 那这样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减1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如果是三个variable 我们只要算出2乘3 加1的几率 就可以算出很多种组合 那有多少组合咧 假设我们这个X1、X2、X3 都是1跟0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是1跟0 有没有男生或女生 就是是男生的几率跟是男生的几率 是一种组合嘛 那这边是一个 如果是女生 那这边换成女生 就是第二种组合 所以这边是2的三次方 所以是8种组合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很多种组合 如果有很多X的话 那大家可以听得懂吗 如果听不懂的话 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做说明 那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10个Sample 那我们要预测的X条件 有女性 年龄介于31到40之间 那是上班族以及月收入中等的 那我们先看它的组合数好了 这边年龄有4种 然后这边男生女生 有2种嘛 那这边的职业有3种 那月收入的话也有3种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4乘 4乘3 4乘2乘3乘3 有72个几率可以算 72个组合 那如果我们只有10个样本 如果我们要算72种组合 其实是不太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可能是 会办卡的人 那他可能都是女生 那他的分子是不是0 那这件事情 就是会把这个组合拿掉 因为它没有意义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条件来看 我们要怎么续算这个几率呢 那我们是在这个X条件下 会办卡的人 是不是等于 这个样本 有10个人 有6个人会办卡 所以是6分之6 那在这个女性 还有会办卡 是不是 会办卡的人 这边有6个 会办卡的人 是女生的话有4个 所以是6分之4 那在这个年龄的部分 有会办卡的有6个 然后年龄介于31到40岁之间的有2个 那职业的部分 就是会办卡的人 是上班族的 是6分之3 那月收入中等 那这边是会办卡的人 然后里面有一个人是 月收入是中等 我们只要算出这5个机率 就可以算出这个可能发生 就是这个条件下 会办卡的可能性的机率 然后 刚刚没讲到我们的L不是P 那我们的L是Likelihood 那以此下面 下面一样 我们是这个条件下 不会办卡的人 我们是4分之4 乘以1分之1 然后以此类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就是 这个条件下 会办卡的 跟这个条件下 不会办卡的 几率 那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样本下 我们预测不会办卡的 我们预测不会办卡的 几率是比较高 那大家可以理解吧 透过这个式子 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数学式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个 这个BASE 是浮速BASE的分类器 那我们一样 那我们一样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1071 这个套件 然后它是 那 那 ifBASE的一个 FUNCTION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FIT BASE 这个就是 发生Y 就是 NON-AMI的 几率 这个样本当中 NON-AMI的几率 是0.71 那 NON-STEMIN是0.11 STEMIN是0.71 的几率 那在类别的变相的部分 这边是性别嘛 所以就是 是男生 然后 NON-AMI 的几率是0.49 那 这边是女生啊 女生是0.49 男生是0.50 那 以此类推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个RATE 是连续变相 那这个1跟2是什么呢 就是平均值跟标准差 那 我们要怎么透过 平均值跟标准差 算出它的几率 大家之前我们上课 不是有算到它的常态分布 我们只要用它这个 这个常态分布的函数 可以去算出它的高度 就可以找到它的 连续变相的几率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 如果大家可以理解的话 我们就去往下 那我们要怎么透过这样的组合去算出每一个组合的几率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是RATE100 然后GENDER是男性 那AMI的可能性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 在 NAMI的部分 NAMI的部分 它是这个样本 NAMI的几率 乘上 是NAMI 然後 在 RATE100 比例 乘上 是NAMI 然後 男性的比例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 以此类对下面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 每一种 这三种 疾病的 可能性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 刚刚在上面的0.7 大家可以看到吗 然后 这个是 刚才我讲的嘛 是100 RATE100 然后 我们用透过这个FUNCTION 然后 它的平均值 跟标准带入 我们可以算出 它这个 连续变相的几率 那 这个就是 男性 的几率 在 NAMI 发生男性的几率 这样子 那 我们可以算出 这三种 条件下的 几率 就是 NAMI 在STEMI 跟NONSTEMI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预测出来 诶 这边 值钱太快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算出这三个组合的可能性 那可以看到啊 就是在 NAMI的部分 它的几率是最大 所以它在这边 预测的可能性 是最多的 那 这样我们要怎么 因为我们的几率 是0到1 之间嘛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 NOMALIZATION 把它变成0到1 之间 那 是不是跟我们的 之前上课的 SOFT MATH很像 相加起来 要等于1 这样可以嘛 所以它这边 大部分预测 都是NAMI 那 我们今天又到 第二个练习题 我们一样 跟上一题 上一题的练习题 是一样的 都是用RATE 还有QTC 预测LVD 这样子 那大家试着 就是用 浮速废业式的分类器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去看看 这个结果 是不是跟 邏輯师回归一样 还是比较好 还是比较差 那大家就是 来做这个练习 那一样 十分钟 好 大家那我们 去看一下 后面的答案 那 这边的答案 我们其实 只要改 就是跟上一个 练习的题的答案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只要改 这上面的 程式码就可以了 那 下面也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预测结果 是不是 是跟 邏輯师回归一样 还是比他好 勒 那可以看到 就是 他的LUC 是0.722 那 就是比起 邏輯师回归来讲 是比他还好 这样子 所以他们在 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 就是我想要 问一下 呃 我们的 浮速备业是 分类器 那我们现在是 做类别变相 的预测 就是LVD是 类别变相 那 我们可不可以做 那个 延续变相的预测呢 大家给一个 加分的机会 可以吗 那为什么可以 是因为 是因为觉得 呃 是因为觉得 我们可以用 就是 常态分布的 function 去算出 它的几率吗 会 没错 哈哈哈 好啦 那其实答案 就是 这个 我们没办法 就是 没办法做 连续变相的预测 那我们就是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那它就是 没办法做 连续变相的预测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 没办法做 连续变相的预测呢 呃 我们虽然可以得到 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 连续数值 假设是100 我们在这个data下 是100 的几率 但是 我们可能会有 列不完的 组合 我们可以 列80 然后 90 100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更细 80.1 80.2 那这个是 没办法列得完 那另外一个 条件就是 我们没办法知道 就是 在这个 Y的情况下 是X1 的几率 那这是 不太可能 做计算的 我们没有办法做 连续变相的预测 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要上 下一个模型 那么下一个模型呢 就是 K 禁令演算法 那么 在Google 的话 如果是打这个 演算法的话 我们都是打 K 恩 恩 那 这个K 恩 恩 怎么做 做运算呢 它的逻辑是什么 那它的逻辑就是 每一次 有新的样本 进来时 我们就会观察到 它的空间中 最接近 它的K个点 假设二十个点 最近的二十个点 然后把它这二十个点的结果 奥康平均起来 也是说 举例来说 如果我要预测 我得疾病的几率 如果我们用班级来看 我就找 跟我比较像的 有这个疾病 大概就是跟我比较接近的 然后找出二十个点 二十个人 然后把这二十个人做一个平均 我们的奥康做一个平均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二十个人平均 来算出它的几率值 这样子 那我们要用Rate和QDC 来预测MI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 这是它的散布图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空间的平面中中 去找出这个二十个跟它这个点最接近的 的二十个点 那我们要怎么算出这个最接近的呢 那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把它的向量相减 然后平方开根号 那就是很简单的B4定理 我想这个国高中应该都会了 好那接着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预测这个 二十个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散布图当中 它的Rate是50到250 它这个Range是50到250 那这边的QTC 是0到700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它的单位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那它的尺度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在这边如果是100到150 它的Range是不是很小 但是它涵盖的人比较多 它比较宽 那 就是这边的100 600到500它是100 100个距离 但它的涵盖就很较窄 这样子 它就没办法做比较 也就是说 我们的Variable 如果跟它的关系不是那么明确 它可能就会预测不好 假设我的 我要举例就是 我们要预测身高 如果我们用头把的长度 是不是这个Variable 它的关系是比较低 那如果它的单位尺度 看起来很小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预测结果 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这个尺度不一样或单位不一样 这件事情 来做解决 我们只要做一个Nomalize 就可以了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程式语法 我就不贴了 我们就去往下看 那我们只要做一个标准化 就是减掉平均值出于标准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每一个Variable 单位变成一个 一个标准差的单位 或者是两个标准差的单位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是一个常态分布的话 一个标准差大概是20%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预测结果 它如果我们做 我贴一下 那这个是原本的值 原本的值 原本的初标值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的距离 就是它每一个点跟每一个点的距离 那我们如果做标准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新的图 会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这边 原本是一个很密集的点 然后把它标准化之后 它的点度比较宽 我们再回购 我们再来看这边的图 比较清楚 这是原本它预测的点 不过我们做标准化 是不是它的点就不太一样 有没有看得出来吗 然后 这边就是在做标准化的式值 就是减掉平均值除以标准差 这样子 所以它就可以做Normalization 那我们Normalization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出 它最近的20个点 那它的单位就会一样 那算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那我们试着 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不太一样 我用这边来看好了 这边是16,1跟3 那在这边是它预测结果 就不太一样 可以看出来吗 那我们一样 就是用Rate 还有QDC 来预测 AMI 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怎么做 这样子 上面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只要看下面这边 那我们用的套件是Clius 然后里面有KNN Function 那大家注意喔 我们的KNN Function 它其实不是一个Model 因为它是直接跟它的Training Sample 去比较跟最近的点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Model 然后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要设的参数 是这边的K 看你要找20个点还是50个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预测结果 是像这样 那如果我们改成50的话 它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是不是结果就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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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吗 另外 另外老师这边有做一个标准化 这边有看它的标准化结果 这边 这边 第一个是没有标准化 然后第二个是有标准化 这边有个Scale 那可以看它的预测结果也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理解吗 那我们一样 就是用这个方式 一样是Rate跟QTC来预测LVD 然后一样的方法 程式码基本上都一样 那我们只要改上面那个 我们刚才讲Roc前面那个部分的程式码 基本上就可以做了 那给大家一个10分钟练习的时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咧 我们一样就是 只要改上面的部分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 我们所有贴的语法都蛮简单 我们只要改上面 换个模型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预测效果的部分 这样 前面可能贴好 前面可以贴好 我们看一下 清掉 你可以看到 它的效果還比前面的線性判別式或是非夜式的效果還差 那可能需要改一些裡面的參數 我們可能要改成50 可能設50 它就會變成效果比較好 它還蠻有提升 那我們除了設這個K 它目前可能覺得KM蠻簡單的 我們只要改這個 只要改這個 改這個K的VM就可以了 但其實它其實還有一些 比較難的部分就是 還有其他的超參數要條 就是假設我們要改它的Variable 假設我們在 可以看到這個Scale 我們可能在這個Variable底下 這一欄 我們可能它的權重給它乘以3 這邊給它Chin 0.5 那它的結果可能又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要試了很多種 調參數的可能性 才可以找出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這樣 那我們的KMN呢 目前它是一個我們第一個 交了一個非線性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的預測結果 它的圖 找一下 它的圖 它不是屬於一個 我們線性就是 你是機率越大 它就是我們X越大 機率越大 那它不是嘛 它很明顯的就是 找最近的距離 所以它是一個 我們第一個人教的非線性模型 這樣 我們在講 可能老師前面沒有講 那麼 我們演算法在開發的過程 就是 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不管在做任何的 project 我們都是有一些流程 我們會將 先將我們的Data先觀察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離群值跟Outlier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資料清理 或者是資料前處理 那資料前處理完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樣本分割 那我們這邊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樣本分割 要把它分割成Training Data Varidation Data 還有Test Data 那我們這樣分割完之後 才會將這些的Data Training Data 丟到模型做訓練 那這邊就是 以我們剛才前面講的兩個嘛 一個是線性判別分析模型 還有一個是 樸數背夜市 那我們這邊就是選擇你要的Model 那在Deep Learning的話 我們就是改它的Arctiture 那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改你的模型 換言之就是不一樣的模型 這樣子 那去嘗試不同的Model 那這樣去試的時候 我們這邊叫做Training Training完之後 我們要看什麼 要去做Test 那有些資料 我們可能會做Varidation 如果你的樣本夠大的話 我們可以做Varidation 去算出它的Best Car Point 最好的切點 然後在這個Test上去看 最重要的預測結果 所以我們的流程就是 資料清理 或是資料前處理 資料分割 選擇Model 然後Training 然後驗證 這樣可以嗎 那另外 如果大家 對於 對於基地學習 可能有一些 不太理解 或不太了解 我們可以上網 打SK Learn 那這個是Python的套件 它會告訴你 蠻多一些資訊 像這邊可能就是一個 Classification 然後這邊是一個 Requation 那這兩個都是一個 Survice Learning 那這邊是Function 那這個是一個 無監督學習 的Model 這樣子 大家如果有學Python的話 這個是一個蠻常用的套件 在機器學習上 那我們來課程做一個總結 好了 那我們今天教了三個 三個機器學習的Model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三個Model 它都沒辦法 做連續變相的預測 那有些Model 後面兩個可以 K&N可以做連續變相的預測 但是要有一個特殊的處理方式 那更不要說 是存活分析的模型 那大家就是 在做練習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劇透一下 我們的課程 就是在最後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一定是一個Model 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如果你只試一次的話 你們的分數 可能就不見得是那麼高 我們要做了好幾次的實驗才有辦法 再來這邊有個集成模型 這邊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是 我們第一個模型預測出來的Outbook 可以再接第二個模型 就是往上規定 那就是另外一種實驗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就是 換一個Model 去做預測這樣 那我們的課程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課 那樣子